默观圣经 隐秘的生命事工 默观圣经七部 1.预备心灵 2.阅读经文 3.建立场景 4.祈求恩典 5.进入场景 6.与主对语 7.扎记回顾 放下你过去的回忆 7.现在请你到神面前 7.慢慢的吸气 7.慢慢的呼气 7.再来一次 7.慢慢的吸气 8.慢慢的呼气 8.把心中的烦恼和忧虑 8.用想象来感受神 8.现在正与里同在 8.请你停留在此刻的宁静 8.如同玛利亚 9.如同玛利亚 7.如同玛利亚 8.坐在耶稣的脚前 专心聆听祂 就是祂 主耶稣 现在也以爱的眼神 看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礼现在把眼睛打开 我们一起来阅读一处经文 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他们来到博塞大 有人带一个瞎子来 求耶稣摸他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 问他说 你看见什么了 他就抬头一看说 我看见人了 他们好像树木 并且行走 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顶尝一看 他顶睛一看 就浮了圆 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这一块 我觉得是一块 它就要按照 哦 吃饭 咪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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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再慢慢阅读经文一遍 让整段经文饱满在你的脑海中 不需过多的去分析或思想怎样去应用 而是让经文细节进入记忆 想象自己进入情景 用你的心眼去观看经文内容的动态 他们来到博塞大 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 问他说 你看见什么了 他就抬头一看说 我看见人了 他们好像树木 并且行走 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顶尝一看就赴了缘 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在你建立场景的想象中 你要用你的感官去感受当下的情景 包括环境、地点、人物等 注意细节 就是景色 声音、味道、气味和事件 带来给你的感受 主啊 求你帮助我 在你医治这瞎子的世上 有更深的洞察 也帮助我 去体会这瞎子的感受 告诉我 这故事与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吗 进入场景后 你要停留在那儿 与剧中人见面 倾听他们的声音 观察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参与在其中 并与剧中人互动 倾谈 这样的对谈 往往帮助我们对神 对己 有新的体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请你向神表达你在末观时 心中浮现的一切思想与感受 或引起的回忆和希望 包括负面的情绪与疑问 同时聆听它的回应 它对你说了些什么? 感谢观看 这时候,你会怎样回应主呢? 请你与主对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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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放下所有的感受和意念 感谢观看 让主的生命充满在你的里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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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你用些时间回顾你正末观祷告的经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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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